除了不少人规划出游 也有不少大学生开始在找打工了 掀起了一波打工潮 不过今年平均打工时薪落在多少 那么马上带您来解密了 我们来看到这一份 全台最大打工兼职平台小机上工的调查 今年暑假打工的时薪 平均已经达到了199元 比最低时薪183元 是高出了9% 而各种打工种类活动类的打工 一直是打工族的首选之一 光是6月到现在就上架了上千笔直薪 平均的时薪更是来到了205元 比一般的餐饮业的打工 平均时薪192元高出了许多 而活动打工不止时薪高 多数活动类打工还提供 像是便当等点心等额外的福利 也颇受到打工族的青睐 我们其实从整体的直薪成长 也可以发现 整体打工活动业是成长了40% 餐饮集门事业则成长了20% 其实成长幅度都不小 那到底全台在哪个县市打工 你的平均时薪会最高呢 其实也有数据出炉了 其中最高的县市是落在了新竹市 平均时薪是落在了209元 其次是新竹县的203元 都远超过6都部分县市 高于最低时薪183元 有一成以上的差距 可以说是最富有的打工族 那主要的原因除了是因为新竹消费支出高 加上行政区里的大专院校数量比较少 导致学生打工族群相对来说比较稀缺 因此雇主愿意用这种提高薪资的方式 来吸引学生打工族 不过我们到底如何把握这一波暑假活动直缺槽 在这一类打工面试时获得青睐呢 球资网也有分享小Payball了 因为像是我们刚刚说的 活动类打工的时薪是最高 因此你的履历或是讯息很有可能会被大量对手的资讯给淹没 那平台其实就有发现了 雇主最常在早上10点到早上11点 还有上午2点到3点之间回复信息或是流来履历 尤其是上午10点是最高峰 因此建议下次应征可以选择这个时段来投地履历了 此外多数活动常常持续很多天 如果说你的时间是能够更弹性 而且能够连续配合工作也比较容易获得雇主的青睐 尤其现在也有很多雇主表态了 今年度的招募难度相较于去年是有所增加的 那为了要因应这个招募困难的问题 有60%的雇主就会愿意来提高薪资或是福利 40%的雇主愿意调整接受短期兼职人力 还有30%的雇主加大招募预算 然后甚至有23%是会考虑将部分的正值转成兼职 所以说如果要趁着这个暑假好好打工的话 不妨参考以上讯息了 中断15年的国宝及嘉义仙阿里山林铁火销火车 周末全线就要复始了 从礼拜六开始也就是从7月6号每天四班发车 而且这个票价还是维持不变 全票价格还是落在了600块钱 虽然说这车程是长达了将近5个小时 但935张车票在第一天网路开卖 很快都被抢光了 而且接下来又多一辆新列车 让车迷可以准备去朝圣了 有移动美术馆支撑的福森号 将在7月28号正式启航 将会独家停靠第三景观台 可以让你俯瞰嘉乃平原 所以想要一堵嘉义阿里山美景的观众朋友 可千万不要测过了 好那这一回阿里山小火车再度开放 乡长其实也是乐见其成 他就说建议民众可以规划三天两夜的 游城深入部落体验邹足的文化 而嘉义市府观光支援处长张婉芬也说 因为嘉义市是阿里山入口门户 师府现在也积极办活动 要让世界看得嘉义市 像是今年就要前往韩国 行销嘉义市城市观光 不过我们看到这一回时隔15年 阿里山的小火车再次通车 带动了嘉义观光 不过另一头花莲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花莲403强震导致苏花公路边坡不稳定 容易出现落石或是土石流 尤其说现在正值苏花期间 苏花公路又摊坊了 连带的影响到了花莲的旅宿业 花莲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呢 其实就表态 他分享说7月目前住房率是维持在2×2到2×5 主要是因为现在有夏令嘉年华的活动加持 才刚感觉游客人数有略为提升 没想到又遇上了铁公路被土石逆流阻断的坏消息 而县府呢 县府的公旅处也说了 4至6月清明端午廉价 在宜兰旅馆的住宿率只有36% 民宿更是只有10% 但游客数只减少了15% 这种情形说明什么呢 其实很多都是一日游的旅客 他们没有要去花莲 连带也没有安排在宜兰过夜住宿 导致说花冬跟宜兰地区的定房率 持续的走下坡 上市有旅宿业者呢 其实他们就说了 现在花莲做旅宿都已经快要变成慈善事业了 也有餐饮业者说 这是他返乡创业的第4个年头 更是最惨的一次暑假 所以后续花冬旅游要如何拯救 到底要怎么吸引人潮 重回花冬也让市政府必须面临的一大课题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昨天宣布 与全国22线市47个市场串联减速 鼓励民众在传统市场要自备环保带 预计会减少20% 大概6500万个购物用塑胶袋的使用量 不过民众反应是相当的良极 有人支持 也有人认为购买鱼肉等生鲜食品 还是要用塑胶袋 何况传统市场内汤汤水水东西又多 又没有处罚规定 减速成效恐怕会不如预期 那的确我们透过图卡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其实传统市场的塑胶袋用量的确是用最凶的 占比是高达了30% 再来小吃摊饭占比27% 早餐店是14% 餐厅跟大卖场也分别有8%及6% 至于超市及面包烘焙店则占比5% 那这样7月份开始 这样的减速策略真的可以奏效吗 资源循环署永续消费回收组长李仪华 就表示了到传统市场消费的民众 大多是预期性的采购 都可以事先准备环保袋 夜市的话因为小吃比较多 加上大家习惯边走边吃 两者塑胶袋的使用情境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还要再规划 其实我们从过去的政策推进时 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变化了 早在2002年7月 工部门就率先不提供塑胶袋 主要是针对公家机关 学校以及医院等等的商铺为主 那一直到了2003年1月 7类商铺包括了百货公司 量饭店超市等等 也不提供免费塑胶袋了 再来到了2018年1月 又增加了7类 像是药妆 美妆 药局 家电 摄影 通讯 设备零售业等等 也都不能提供 最后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的 从7月份开始实行的 47处市场减速行动 鼓励民众在传统市场自备环保带 预计说是可以减少20%的购物带使用量 不过台湾民众其实相当的喜爱用塑胶袋 有份数据其实也显示说 虽然说政府的不断在贴动这个减速政策 但塑胶袋的用量却是越来越多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专家也分析从过去地方政府 推行多年的例子来看 除非说你有法规的强制力 否则你光评鼓励性质 仍然是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也许减速事半期大家会一头热 但是活动过后又会回到了原点 所以这回减速政策到底能不能奏效 后续还得再持续观察了 美国政府手上的一块烫手山芋 也就是非法移民问题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段来自美墨边境的画面 有没有发现现在企图从墨西哥跋山涉水 跨入美国的也不再只有中南美洲人了 近几年来华人的面孔也是越来越常见 大批中国的非法移民 西家贷券来到这里要借贷润美 希望逃离中国国内恶劣的经济 展开新生活 只是由于中国人偷渡的情形 现在实在是太过严重 逼得拜登政府也只好下重手回应 那就在今天稍早 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证实了 已经把第一批一共116名的中国非法移民 送上报机遣送回国 这是创下美方自2018年以来 首次遣返中国非法移民的记录 好 据了解这次重大的突破 比想象中的还要困难很多 因为即便美方心急如焚 想要赶快驱逐非法移民 但另一同的中国政府 却也很不情愿把他们接回去 所以美国国土安全部 是在历经多次的秘密协调之后 才与中国公安部达成了协议 让这个大阵仗的遣返行动 回为6年终于实现了 好 那讲到这里 也要带你来了解一下 中国人偷渡赴美的问题 究竟有多大 为什么美中两国对于这批人 都要互相推来推去呢 根据国土安全部的统计 今年截至5月为止 中国移民在美墨边境 美加边境遭盘查的人数 就多达5万6千多人 这已经比去年一整年的5万2700人 还要多出许多 而其中更有不少族群 要是让他们进入美国 恐怕会引发社会质量问题 好 再来我们来转化个心情 来聊聊气候变迁的疫情 震动台湾的观众朋友 热到不想出门的时候 南半侨的阿根廷 却是跟我们恰恰的相反 像是画面中 这个地区 这个就是阿根廷最南端的巴塔哥尼亚 此时此刻 完全只能用天寒地洞来形容 再加上这个荒漠地带 今年刚好是受到南极寒流的侵刑 6月的气温是一度降到了 摄氏-58度 直接创下阿根廷60年来最低温的记录 好 那在这样的冰天雪地之中 想必会出现不少大自然奇观吧 只有登山客就用手机捕捉到了 当地沿海的海水 竟然是部分结冰 景色完全像是迪士尼动画片 《冰雪奇缘》中的冰冻海港 不过即便世界上罕见的白雪美景 尽收眼底 巴塔哥尼亚到了冬天 还真的是无法去住人 最近几天当地的牧民是过得非常辛苦 他们的羊群牛群全部受困在大雪之中 尽管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出手相救 还是无法让羊只脱离雪地 最后只能靠军队出动装甲车 紧急支援为动物们开路 或者是运送牧草过去 但想不到就连军方在部分的地区 也是无计可施 例如在临近安地斯山脉的某一些牧场 地上的积雪是稍过一公尺高 装甲车跟卡车全部无法进入 只能靠直升机空用物资 给牧民们应急 而很不幸的是 在全球气候变迁的剧烈威胁之下 这些临近南极的民众 在不久的将来恐怕只会面临 越来越多的极端气候伤害 最后要带您关注一个 贴近生活的话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车子开到停车场 好不容易找到位置了 但却又赫然发现 这里是专用车位 一般人是不能停的 最后只好倒车出来 摸摸鼻子走人 好如果你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那看到现在这动画面 一定特别有感 这里是澳洲墨尔本 一家购物中心停车场 但是停车格画的图示 只有一男一女 这让所有人看的都是母萨杂 那最近只有澳洲的媒体 特地到此采访 询问过路的民众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有人就猜测 这可能是代表 只有结伴同行的顾客 能够使用吧 或者是也有人觉得 应该是专攻 带小孩的家长 停的车位 但没想到所有民众的猜测 统统错误 而店家的解释 又是更令人傻眼 根据公务中心经理 他的现身说法 这其实是年长者专用车位 而且画出一男一女的图案 就是要体现 长辈们的身体 未必虚弱 许多人甚至是不需要 住拐杖扶持 所以为了不让人们 对长者有刻板印象 就以普通的男女的图案 作为专用停车格 好听到这番解释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反而越来越困惑了呢 不过能确定的是 澳洲的人们完全不买单 最后迫使自家购物中心 只好完全改掉 这个争议连连的设计 以上就是这节的国际推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